当大老板和严秘书 他老板急着叫我来 有什么事啊 我也不知道 他是让我赶紧搬家 李总什么事啊 叫你进来是想跟你宣布个事情 你哥让我给你带的话 正好严秘书也在 跟你们俩一起说了 哦 什么事 我会在这待一个时间 我在公司的时候 一切的事情听我的 我不在的时候 你听严秘书的 不是 李总 那我要这样的话 那我跟那个实习生 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啊 你是老板啊 实习老板 李总 我觉得这 你的意见现在对我来说不重要 你问你哥去 你哥也得听我的 我 忙去 忙去 那 这 赶紧走 你也别难过了 你说啊 本来你这个老板 当的也没什么用 当个吉祥也挺好的 你说对吧 多幸福 谢谢你啊 我更难过了 我下边请你看电影吧 票我就买好了 我去 没意思 刚刚不是还说让你听我的吗 你这人怎么这么倔呢 给 我 大大我这样能够的你 喂 哈哈哈哈 雷达 李总 这个合同你看一下 嗯 行 对了会下班有空吗 啊 怎么了 李总 一起去看电影 啊 咱俩啊 定票的时候不小心 你多定了一张 不许不浪费吗 这 咱俩去看电影 这不太好吧 李总 怎么了 我有那么吓人吗 我能把你吃吧 呃 不 不 不是李总 那个 可是我跟以前秘书已经约了 我这 我又没分身 我只能陪一个啊 是不是 嗯 那行吧 啊 那不然抓揪吧 啊 这样你不要说我以老板的吃饭压你啊 抓揪 来吧 一个是严秘书 一个是我 抓到哪个悬哪 呃 那 那就这个吧 呃 李总 这 可能今天赔不了你了 行吧 呃 那 那没什么事我就先出去了 哎 你们店有几点的啊 哦 我看一下 呃 八点半呢 那不重突啊 我那场是一点多的午夜场 咱们按流程来一步一步 第一步就是一起打游戏 没想到你这个直男人是有仪式感的 咱找个流程 找不起谁呢 凡事不都得按流程来嘛 来 开机 哎 行吧 哎 对了 你帮我从冰箱拿点可乐 越过越好 哦 不是 这都一个小时了 一个小时怎么啦 今天咱们来这是不是为了玩得过瘾 对吧 哪有玩游戏一个小时就结束的 那 那多不过瘾啊 那继续吧 看你能多有耐心 雷尾 怎么了 你告诉我你什么意思 我陪你打了三个多小时的游戏了 怎么了吗 咱们来这不就是打游戏的吗 我人在这 你不陪我玩 你一直玩游戏 电竞酒店 那电竞的意思不就是打游戏吗 那 那还有酒店两个个 那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玩累了就洗洗睡啊 哈哈哈哈 洗洗洗什么 好 我现在就洗澡睡觉 这咋还急了呢 啊 完了完了完了 咋的了 我我已经眼镜被冲走了不见了 不是 就这事你在那影响我刷图 你是大型小怪的 我近视四百多多你不知道 我现在什么都看不清啊 我看你趁早就去做个近视手术吧 你这代理性眼镜真麻烦 那我现在什么都看不清了 也不能陪你打游戏了 下一步流程是什么 啥流程 你早点休息吧你 那你叫我跟你来的是干嘛的 我 我这不是找不到人陪我打副本吗 嗯 不行啊 你别让我得到机会抱怂啊 我 我接个电话 喂 啊 我跟我兄弟在电影酒店打游戏呢 我今晚就不回去了 哎呦 这是跟哪个小狐狸打视频啊 还背着我呢 你跟来干什么 这是谁啊 你要我跟他说两句 你 你确定 你当着我的面泡妞 我还不确定 喂 你谁啊你 你不知道他结婚啊 我是他老婆 你就是我儿子的女朋友啊 哎 哎 哎 我那没看清他长啥样呢 啊 我我让你看看 哎 李总说不喜欢你啊 他凭啥喜欢我家大业大的人家 我的第六感告诉我他喜欢你 不然怎么给你买饮料啊 他这是上级对下属的关心 你也学着点 别疑神疑鬼的一天天 你还是得信我 不然咱俩打个赌 你去找他喝酒 他肯定答应你 他要是没来呢 他要是没来的话 那我可以答应你过分的要求 你说的啊 李总忙着呢 找我有事啊 没啥事 就是想问一下你下班后有空嘛 咱俩去喝点 喝点 去哪儿酒吧啊 嗯 我早就不爱去酒吧玩了 再说 咱们俩去又什么意思啊 哦 行吧 而且现在上班时间 不要跟我讲工作以外的事情 哦哦好 那我先出去 这么做吧 怎么样李总是不答应你了 没答应啊 我就说人家看不上我 难道我的第六感失效 不应该啊 那这打赌是不是算我赢了 我可以提要求了吧 那你提吧 请你下班陪我打游戏 我说过分的要求 过分 那同小打游戏 这也叫过分 那你给我买一个 昨天华为发布会新发布的手机 我也要体验遥领先的感觉 这够过分了吧 你上个要求是什么 同小打游戏啊 那就同小打游戏吧 今晚来我再打游戏 哦行 对了 来的时候再挺渴的 要那种大的 冰的 是 雷彼 嗯 待会下班跟我一起走 啊李总去干嘛 不是你要约我喝酒的吗 我衣服都快好了 我不是 你不是说不要聊这些吗 上班时候 上班时不能聊 就下班了嘛 那那你还说两个人去酒吧不好玩啊 酒吧是不好玩呀 那么吵 喝酒就要找个安静的地方 去我家 我给你炒两个菜 我们边吃边喝 哎你喜欢喝红的还是白的 我家盲台都卖你肯定的 我我喜欢喝啤的 哈哈哈哈 啊没什么没什么 收拾箱给我走 哎 李总你去干嘛呀 跟这个小屁孩去喝酒去 我 我 吃 呃 早啊颜民主 站住 你怎么十二年才到公司 哎呀昨天晚上玩游戏 玩了个通宵没看时间 再说了 我不是老板吗 你管我 老板就可以无视规矩吗 从以后起 我要每天给你算考情 哎哎哎哎 有什么事办公室说 呃你们先工作 先工作 不是 你是发什么神经啊 哪有公司给老板算考情的 你是老板你不期待工作的 这以后其他人都跟你学 这公司不用干了 哎呀我这不是昨晚啊 夜争夺成词了嘛 我不管我这也是为了公司 我不要那么多借口好不好 哎 以后跟我一样 九点来上班 迟到一下发无吃 我 行 假装跟其他女生聊天 哈哈 你干嘛 上个五了 哦没什么 没什么 不是你一个老板 你不好工作 你跟谁聊天呢 我 我跟我兄弟 聊功成略地呢 哼 功谁成略水地啊 我不信 你把手离我了 哎 哪有秘书查老板手机的啊 秘书啊 轻松拿你 累到 待会儿托你来煮食饭 我去吃个饭 不是 你上班时间你 你穿成这样 你还要私自外出 你经过我这个老板同意了吗 那要是这样子的话 你笑我碰碰碰 不是 哎呦喂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懂啊 这叫 疫情出动 你跟我搞兵法这一套是吧 你等着 你看我怎么用功成略地的计策对付你 我等会儿我就施个谎暴剂 谁都别想走 就你这智商能学到什么兵法 还谎暴剂 看功成略地出了新完饭 你也学个新词呗 我先做吧 哎哎哎哎哎 还没说 那个我也有点饿了刚好 要不带我一个一起去吃呗 嗯 不太方便 好啊 敢拿你我 怎么了 呃 没有没有没有 你去吧 啊 啊 啊 对你去吧 那个我给你批假 你不是约好人了吗 去吧去吧去吧 哈哈哈 他走了 你赶紧过来接我吧 老板 啊 怎么了 也没说 那个你陪我去吃个饭呗 啊不了不了 我还有约呢 我约了教别人怎么争夺成词 正好我跟大家促进一下感情 哎你不是也有约吗 我不想去了 我突然想吃点家常便饭 要不我晚上来点菜去你家坐着吃呗 刚好咱俩探讨一下怎么更好的开枪扩度 功成阅历 呃 也不是不行啊 但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家那个锁他有有毛病 他他一到晚上十点他就打不开了 哈哈哈 哎哎你干嘛去 我 我想着那个回家都拿出衣服 哈哈哈 好 笑 functions 感谢观看